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让雷宇 去叫梦宇的娘家查过了 身归小姐 没有结院的可能 傅文元说 当时还有个陪嫁丫鬟 也在现场 我们可以从她身上 得到一些线索 我这就让雷宇去查 你 你先说吧 我知道 你觉得我冲动 莽撞 可是 此案是怪人命 让我跟你一起去查 好不好 好 好 吃吧 传言中 鲤鱼化仙的江梦鱼 其实是死在了酒坛中 那孙府鲤鱼池中的异象 一定有所蹊跷 凶手 应该是借用了怪力乱神之说 掩盖了真相 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发现 你的脑子在没吃东西之前 格外清醒 这是什么 抬开看看 我的手镯 我好不容易赎回来的 心爱之物 要好好珍惜才是 走吧 我们去孙府的鲤鱼池 看看到底有何玄机 我家少爷大病出狱 心情不佳 总喜欢一个人待着 孙姑娘的事 她已经知道了 这哪能瞒得住啊 少爷与少夫人情投意合 本以为少夫人城里登仙 少爷哪怕不舍 但总会是个好念想 可如今 尸身就在眼前 我家少爷 好像着了魔似的 始终不相信少夫人已死 孙公子情深意重令人动容 今日打扰实属无奈 还请见谅 人人都说孟渝已死 可我不信 她明明就在我眼前成仙了 怎么会死呢 你可知 坊间传闻你妻子 与傅文渊有私情 不可能 孟渝以我情深义重 她连城里登仙当夜 都不忘与我道别 孟渝 我听闻 江姑娘是在成亲当夜失踪的 她不是失踪了 她是成仙了 成仙了 还请详述 当日见闻 那夜 夕阴正开一半 我听丫鬟小玉说 孟渝急遇见我一面 我便中途离心 来到后院 孟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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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那儿做什么 快下来 危险 不去 此生缘分已尽 孟渝辜了你一番情谊 今日作弊 愿你余生扛剑 我不想死 娘子 孟渝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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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啊娘子 不要走啊娘子 娘子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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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心娘子人哪 孟渝走后 连李渔池 一个锦里头出现的异状 纷纷跃出鱼池暴毙了 仿佛要随孟渝而去 这世间本无鬼神之说 你作为她的相公 更应该认清真相 为她找出真凶才是 不 那不是她的尸体 她是成仙了 成仙了 显然当晚你可以有饮酒 醉眼昏花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即便是我看错 那纷纷跃出的锦里 作何解释 当时宴会上的人 也都见到了 孙公子思念王妻 齐情可明 如此看来 这李渔池异象着实不佳 那这半年来 李渔池可有什么改变吗 此半年前 孟渝走后 这里的一切都未变过 连死去的锦里 我也未知鸮脏 见了鱼主 鱼主 在何处 这段时间 也就不处理了 这只锦里 最后一切都不处理了 这边 感觉 有点 固定 我认识三不可 准备了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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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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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骨都发黑了 毒素胜入骨髓 才会呈现骨灰之种 你是说这鱼中毒了 那姜梦鱼会不会也中了同样的毒啊 盈盈不是验尸了吗 我们去看看 尸体存放于何种环境 会影响对尸体的判断 我们得先去孙府的冰窖看看 判断 这里确实足够阴冷 是一个存放尸体的好地方 可是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为何奇怪 凶手明明可以毁尸灭迹 为什么要把尸体 放在一个如此轻易找到的地方 说明 凶手的目的只有一点 嫁祸 可是是谁想要嫁祸给傅文渊呢 你干什么 尝一尝 这儿的酒 还是别乱喝了吧 可是不尝的话 怎么去找到线索呢 什么味道 柔润 细腻 唇厚 明显是放够时日的冰犬酒 而江梦渝那坛 味裂 微酸 明显还未放够时日 你当日 你当日不是没喝吗 你当日不是没喝吗 既然来孙府调查 自然要先做些准备 孙府声名远扬的冰犬酒 都存在这里 按照惯例 每选 每逢夏日当日 回风坛上锁 任何人不可随意出入这里 待到正月 才可以开锁取求 也就是说 江梦渝那坛被放足时日的冰犬酒 是在风坛之后拿来的 能够随意出入冰犬酒 想必 只有孙府内部的人 对 来 看来 是有人存心不想让我们查出真凶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 你说 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 不会的 璐儿 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定会有办法的 冬灵石 什么冬灵石 为了保存这里的温度 整个酒窖 都是由冬灵石做的 这种石头 还可以打出火花 我们把什么烧热 再破一冰状 石温就会炸裂 就是现在 嗯 走 走 原来如此 难怪我费了半天的力气 也无法确定死者具体的死亡时间 对 原来竟已在冰窖里 冻了半年之久 嗯 我带回来的鱼骨呈黑色 通过表象判断 的确是中毒而亡 所以 鲤鱼月池的假象 是有人投毒 嗯 不过 什么毒 才能令鲤鱼 死前依依月出水面呢 具体是什么毒 还需要咽火才方可知晓 音音 接下来就麻烦你了 嗯 对了 大人 这次害你们的人 定是杀害江梦渝的凶手 你可看到 是何人锁的门 嗯 是 大人 表哥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病了 只是有些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睡了吗 嗯 这么烫 你发烧了 快把药喝了 听话 把药喝了 喝了呀 那我走了 你自己喝吧 别动 我好冷 不用脸啊 林青秋 看在你病了的份上 算了 是 拆开在你病了 嫂子 啊 快点了 来吧 快点了 我吧 我咱们鲍子 你自己用快了 我去哪儿 住嘴 你 你刚喝了这个汤 是你做的吗 是啊 是我做的啊 难怪这么好喝 吐出来 吐出来 吐出来你 不丢一口汤吗 你至于吗你 吐出来 蠢菜 我 我为什么要吐出来啊 蠢菜 那是我熏征用的毒鱼骨 什么 就是孙府里那些鲤鱼的尸骨 爷爷 你开玩笑的吧 我 我不会死的吧 他怎么了 喝了毒鱼骨汤 又一个生病呢 我好热啊 我感觉我的胸口 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乖 我好热啊 我好热啊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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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刘 不是孔姑娘老大 不行 你给我起来 走开 走开 他这是 喝了毒鱼骨汤 快 你们快点把他给我抓住 这到底是什么毒 中毒不都是气壳流血吗 怎么会突然发起疯来啊 我出去看看 来 据孙府管家所说 冰犬酒风谈于八月十六日 而酿酒师 会在八月十三十四两日之内放入酒区 不过 这两日酿酒师都没有发现任何异种 那么凶手 唯有在八月十五当日才能动手 姜梦渝一定是成今当夜被杀的 再缩短时辰的话 就是姜梦渝被送入洞房之后 到孙仁最后见到他的两个时辰之间了 看孙仁那样子 不像是信口赐货 难道是借灯仙之言掩盖真相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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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证则忘记 诚实故意 试过接受蹉跎 假装逼你洒脱 干脆闭上眼睛 不看那个我 直到快分不清 爱你是真是心 骗过了时间 骗不过自己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这里别太儿戏 道别都没去 对爱陌落的 那个人不是我 我 是你 试过接受蹉跎 假装逼你洒脱 干脆闭上眼睛 不看那个我 直到快分不清 爱的是真是心 骗过了时间 骗不过自己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说不到你的爱 该来的都未来 这结局 比真像能在 能在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戒业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趁机被抬起 告别都没一句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